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泽阳又去见王果 说 先生怎么不向楚王提起我 王果说 我不如公月修 泽阳说 公月修是干什么的 王果回答 他冬天在江中赐渔边 夏天就在山林中休息 有人路过问他 他回答 这就是我的住所 遗节都不能做到的事 何况是我呢 我又不如遗节 遗节的为人没有德行却又俗智 不满意自身 于是心神游荡于交际之上 执着地沉沉于富贵之地 非但对德行无助 反而是加速亏损 受冻之人身处春天 就像借了一件衣服 中暑之人被冷风吹拂 就像回到了冬天 楚王的为人外表尊贵威严 他对于罪过就像老虎那样不宽容 不是巧言谄媚之人 或者德行纯正之人 谁能使之动容呢 所以圣人 他贫穷 却能使家人忘却他贫穷 他通达 却能使王公忘却爵位利禄 而化为谦卑 对于外物 他能欣然接受 对于他人 他乐于沟通 但却能保全自己的本真 所以他有时不用言语 便能以平和的心境熏陶他人 只是与他人站在一起 便能使人说到感化 使得父子之间的关系 各得其所 都以闲适的心态对待彼此 他对于世俗人心来说 是如此的遥远 所以说 还是等公月休吧 这则预言中 泽阳积极谋求入室 想要得到楚王的重用 先让仪杰推荐 但楚王并未见他 后面他又找到王国 王国便跟他讲了一些道理 王国提到公月休 他说此人处于一种 妖乐于天 妖食于地 完全顺应自然 清净甜淡的境界 然后王国又对仪杰这个人进行了分析 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从不向本心寻求 而是注重外色的交际 沉溺于富贵场中 公月休和仪杰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和方向 若把责阳比作受冻之人 那么公月休 或者德性纯正之人 谁能打动他呢 要求修吧 言外之意保持亲近甜淡之心 以待自然的变化 下面是一段论述性的文字 圣人能贯通世间束缚 全面地看清万物一体的本质 却不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 这是出于本性 静止运动皆效法自然 人们因此称之为圣人 由于认知思虑中的忧患 行为常常无法持续多久 使而中途停止 又能怎么办呢 生下来很美的人 是别人给的鉴定 如果不相互告诉 则不知他比别人美 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 好像听闻了 又好像没有听闻 那么他的喜悦便不会停止 人的喜爱也不会停止 这就是本性 圣人爱人是别人给的评价 如果不相互告诉 则不知道他爱人 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 好像听闻了 又好像没有听闻 他爱人便不会停止 人们安于被爱也不会停止 这就是本性 这一小段论述是说 刻意而为 无法长久 唯有自然 方是恒长 至美无美 至爱不仁 无所谓美便无所谓丑 不因为美而喜悦便不会因为丑而悲哀 爱但不知是爱 被爱但不知是被爱 如此便不会有爱与被爱的迁累和负担 这便是真心流露 自然而发 寒而不漏的光明 永不枯竭的灵符 再来看下面这一小段文字 自己的救国故都 望见了便心中喜悦 即便丘陵之中草木丛生 救国故都已有十之八九被遮掩其中 人看见之后仍然高兴 更何况清清楚楚地看见他 正如时任高台悬于众人之间呢 这里的救国故都 比喻人的本性良知 让人见之喜悦 本性良知虽被遮蔽十之八九 但只要稍稍显露便令人欣慰 何况是仙尘不染呢 作者意在让人扫蒙尘 回本性 赴良知 再看下一段 染相式抵达环中 以顺应万物的自然形成 混同于万物之中没有开始终结 没有时日岁月 跟随万物变化的人 那颗宁记之心不会变化 何曾舍弃过它呢 有心笑靶自然便无法笑靶自然 自己和万物都牺牲了 这样做事怎么做呢 圣人心中没有自然 没有人为 没有始终 没有物我 和世界共同运行 而不废致 一切行为完备 而不败坏 如此明和自然之道 又做了什么呢 容成是说 去掉一日便没有一年 去掉内便没有外 这一段仍是讲空明虚净的无心之境 混同万物 顺应变化 与天地精神往来 消融生死岁月 消融物我得失 如此便能应变无穷 此境界讲究无心 既是无心便没有自然与人为之分 若有心而为刻意效法自然 仍不是自然 仍无法抵达环中 如此既拒绝了外物 又制色了内心 两处皆不得好 没有一天的概念便没有一年的概念 没有生的概念便没有死的概念 没有内也就没有外 不知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人为 也就真正的符合自然之道了 下面又是一则预言 魏惠王魏盈和齐威王建立盟约 但齐威王却背离盟约 魏盈大怒要派人去刺杀他 魏惠王手下的西手达将军公孙衍听说之后 对此感到羞耻 说 君主您是万圣之君 却以匹夫的方式报仇 我请您给我二十万大军 我替君主攻打他 俘虏他的人民 掳掠他的牛马 使齐君内心焦急 后背发病 然后再夺取他的国家 田记也被迫出走 然后我们再抽打他的背 折断他的脊梁骨 魏国的一个贤人 寄此听说之后 对此感到羞耻 说 铸造了十人高的城墙 城墙既然已经十人高了 又要把他搞坏 这是那些劳逸者 所感到痛苦的呀 如今兵戈不起 已有七年了 这是王上的根基呀 公孙衍乃是耗乱之人 不能采取他的建议 魏国另一位贤人 华子听后 又以此为耻 说 喜欢说攻打齐国的人 是耗乱之人 喜欢说不要攻打的人 也是耗乱之人 说攻打和不攻打 都是耗乱之人的人 又是耗乱之人 魏惠王说 那该怎么办呢 华子回答 您只要寻求大道就行了 这则预言讲到这 仍是在讲 有心而为和自然无为 因齐王被离盟约 魏王大怒而派人刺杀 此乃有心而为 若真这样做 两国必然开战 致使生灵涂炭 魏王内心果真就能够平复吗 公孙衍建议直接攻打 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妻子建议不攻打 仍带有功力之心 此时不打 乃是因为自己国家根基不稳 时候未到 若自己国家远远强于其国 又是另说了 所以华子说 不论建议攻打与否 都是耗乱之人 至于华子说自己也是耗乱之人 乃是因为 他自己也无法消容是非对立 以他人之言为耻为非 以上四人皆不知寻求大道 大道无恩怨 无强弱大小 更无战争攻守之事 我们往下看此预言的后续 惠子听了这件事后 引见戴晋人 戴晋人说 有叫做蜗牛的生物 君主您知道吗 魏惠王说 知道啊 戴晋人说 有一个国家 位于蜗牛的左脚 叫做畜氏 另一个国家 位于蜗牛的右脚 叫做蛮氏 这两个国家 经常为了争夺地盘而战 浮尸数万 赢了的追逐战败的十五天才返回 魏惠王说 啊 你在开玩笑吧 戴晋人说 请让臣为您证实 您认为四方上下有穷尽之处吗 魏惠王说 无穷无尽 戴晋人说 您知道 心灵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遇 然后再返回这四海之内 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吗 魏惠王说 是这样的 戴晋人说 四海之内有魏帝 魏帝之中有梁国 梁国之中有君王 君王和那蛮士有区别吗 魏惠王说 没有区别 戴晋人出去了 而魏惠王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 戴晋人出去之后 惠子进去见魏王 魏王说 这位客人真是个大人呢 圣人都不足以相提并论 惠子说 吹主管尚且能发出大声 吹剑柄却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 遥顺是被人们赞誉的 但遥顺在戴晋人面前 正如那细微之声 这则预言的后半段 便是讲 站在无穷无尽的大道的视角 来看待世界万物 如此便能消融种种对立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大声微笑 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与蜗牛触角间的接触 又有何分别 人处于无边无际的宇宙 如沧海一宿 其中的恩怨争夺更可忽略不计 与其在这纷扰的世事中思虑盈盈 不如去往那广莫之野 无何有之乡 逍遥无碍自在遨游 遥顺孜孜不倦地推崇仁义 引发争端 或是千世之后人与人相识 岂能与那甜淡虚净的体道大人 相提并论呢 来看下一则预言 孔子来到楚国 路过乙丘这个地方 在一个卖水人家中流宿 邻居有一些男男女女爬上屋顶 子路问 他们聚集在这干嘛呢 孔子说 这些是圣人的仆人 他自己埋没于百姓当中 隐藏于田野之间 他的名声虽然消失 但心智却由于无穷 嘴巴虽然说话 内心却未尝言语 与世俗相违背 而不屑同流 这是在陆地中沉默的淫者 他 难道是事难以留吗 子路请求去叫他过来 孔子说 算了吧 他知道我了解他 知道我来到了楚国 认为我一定会让楚王召见他 他把我当作奸命之人 像这样的人 是羞于听奸命之人的言论的 更何况是见到本人呢 你觉得他还在那儿吗 子路前去看他 发现他的屋子果然是空着的 这则预言讲世难以留的品质 他抛弃荣辱消灭民生 混同于百姓之中 言语发自无心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孔子知道自己积极寻求入室 对方不愿与自己接触 所以不让子路去请他 这样一个人 孔子形容他为陆尘者 明明身在陆地 却像沉默在水中 明明可以显耀自己 却隐没在人群之中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则预言 长吴这个地方的守风江人 去看望子牢 对他说 你从政不可鲁莽 这里百姓不可草率 从前我种植稻子 耕田的时候很鲁莽 那么它的果实也鲁莽地暴打我 除草的时候很马虎 那么它的果实也马虎地暴打我 我第二年改变方式 深入地耕田仔细地除草 于是和苗繁盛 果实累累 我一整年都能够吃饱 庄子听说之后 说 当今之人 治理自己的身心 很多都像那守风江人所说 违背自然 脱离本性 散灭真情 丧失精神 去进行各种作为 所以 鲁莽对待本性的人 贪欲憎恶的危害 就像是本性中的芦苇 尖胛等杂草 刚开始萌发 是为了满足形体 渐渐地便剥离本性 于是溃烂 泄露 发作 到处出毛病 毒肿浓疮 内力胶着 尿上白沫 这些都是 这则预言中 作者主张 为政不可妄为 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而为 否则种下何种因 便会得到何种果 古往今来 国家兴亡 朝代盛衰 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 延伸至人本身 治理身心 亦不可鲁莽草率 若过分 持物于外 劳行伤神 纵欲不休 致使本性之中 灰尘遍布 杂草丛生 带来的便是 目盲 口爽 耳聋 心发狂 上溃下泻 浓疮毒瘤等毛病 世人不可不以此为鉴 止于分内 甜淡一些 亲近一些 那么 庄子泽阳篇 我们先讲到这儿 剩余部分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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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